Hello everybody,我是Kai1 今天我们来快速开箱这个 就是这个RediCard Mi Passport 无线麦克风 那这两个产品都是厂商直接寄由来开箱的 那目前募资平台上面就有贩售这个 Mi Passport 无线麦克风 所以有兴趣就可以看看我下方的连结 我上网查一下RediCard这间公司 它全部都是做专业的无线麦克风系统 所以它只是把无线麦克风系统 塞到一个小小体积里面 这就是我们的Mi Passport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快速开箱 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还有我们如何使用这个无线麦克风呢 OK我们盒子里面有两个发送端 一个接收端 盒子里面还有一本说明书跟保修卡 盒子里面还有两个麦克风的防风毛毛球 很提醒的 它还有附给你两条音源线 一条是给相机用的 一条是给手机用 因为手机跟相机的输入端子其实不太一样 但它两条都附给你了 超赞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一转三的Type-C线 我们这样就可以同时充发送端 接收端全部一起充电 我们就不怕插头不够用 好啦 这是我们盒子里面的所有东西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无线麦克风 到底怎么使用嘞 OK我们已经把声音输入改为 REDICARD麦克风了 那接下来的片段 全部我都会用REDICARD麦克风 所以你们可以听听看 到底声音品质怎么样 第一种使用情况 就是使用发送端内建的麦克风 那一支麦克风可以给主持人自己使用 那另外一支麦克风呢 你可以给受访人啊 或者是你忽然想要录其他的声音 我就可以拿第二支麦克风去录其他的声音 那最后声音它会把两个声音混合起来 就是你现在听到的这样子 第二种使用情况就是 我可以直接把它夹在E0上面 那这样子有两个优点 第一个优点就是我双手空空 我可以做我其他的事情 第二个优点呢就是我可以随意走动 那我们麦克风跟嘴巴的位置是一模一样的 声音大小也会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发送端上面的麦克风是无法调整增益的 我们只需要顾到底有没有peak 就是突破最大声压97分贝 如果没有突破97分贝 我们就可以直接到相机那边去调整增益 还有接收端的调整增益 来达到完美的音讯 我们接收端跟发送端上面的小萤幕 都可以清楚看到我们目前的声音大小声在哪里 到底有没有peak 都可以一目了然 第三种使用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外接麦克风 因为我们的发送端上面有3.5mm的孔洞 可以让你插各种不同的麦克风 来达到不同的使用需求 像是我们现在就使用Lav Mic 我们就可以轻松的把麦克风隐藏起来 那其实不同的麦克风都有不同的使用需求 不同的使用环境 所以你就要挑选不同的麦克风 才会达到最棒的音讯 我们使用内建的麦克风 如果我们讲话非常靠近 如果有气音的话 它就会爆音 所以我们就有可爱的小毛球 加上这个小毛球 我们这么靠近嘴巴都没有那种 爆音的状况出现 那像是在户外啊 或者是强风的状况 加上这个小毛球真的非常加分 我们现在已经接上了 另外一条3.5mm的音源线 直接接到手机来录音 所以我们盒子里面附的这两条线 就可以打遍全世界 不管是三节或者是四节的音源线 全部都可以使用 只要有3.5mm的孔插进去 就可以使用这个无线麦克风 像这样的无线麦克风 就有无线种连接方式 像是我如果把它接到喇叭上面 我们就可以有无线的扩为引起 那如果把接收器这边 接到电脑上面 那我们就变成可以有更高品质 更方便的无线麦克风可以来使用 OK 这我们接着 ReliCard Mini Passport 1对2无线麦克风的快速开箱跟分享影片 大家喜欢这个影片 按赞按订阅我们频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那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